第七十七章 入学 酷暑 大学 新生入学 几个大学之间开学的日子差不多 陆宇成和薛莫一下飞机就被各自学校的大巴接走了 两个学校的迎新阵容都那么显眼 黑乎乎的警察制服和明晃晃的军校学员制服 一眼就看得到 大巴上已经坐得差不多了 基本上都是一家子道场 爸爸妈妈带着儿子女儿呱唧呱唧说着话 每当有新人上车都要打量一下 薛莫在大巴的行李舱放了行李 悠悠地上了车迎来一轮打量的目光 打量的时间有点长 没办法 薛莫穿的实在有点显眼 黑色小抹胸 低腰热裤 球鞋 单肩黑色大书包 俐落的长马尾 遮住半张脸的大墨镜 这依然挡不住逼人的亮丽气息 从外看来就是一时打时的辣妹 即使在大街上这么穿着的辣妹 都会被路人多看两眼 更何况是一个前往军校的大巴上 薛莫一路顶着目光 走到一个靠窗的空位上坐下 他发现车上除了中年女人 都看不到年轻女孩 莫非现在这车上只有自己一个女星生 他撇撇嘴看向窗外 这穿着不是陆哥哥紧急调教的结果 他早就想这么穿了 但平时一直没空逛街 有人跟着到能购物的地方 自然就买了几套穿 原因无他 现在他的身体相当于一个能量版 没有补充光处能的他 的确可以撑很久很久 但是谁会拒绝多一点能量呢 相比食物和运动 太阳能是最适合自己身体的能源了 这是他来这后的第一个暑假 少穿一点都是多点吸收 他连裸体都无所谓 这么露点肉真是小意思 别人怎么看怎么想 从来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不过陆宇晨一路上表情就不大对 这倒值得注意 享受着窗外射进来扑面的阳光 宣莫弗洛福有些过于宽大的墨镜 他需要墨镜挡住眼中 因为快速的能源交流 而产生的过量的数据流 一路上听着家长 叽叽喳喳教导自家的孩子 不知什么原因 着重强调好几次 找女朋友要找端庄朴素的 宣莫无比庆幸 自己强硬要求宣妈不要跟来 真是上了不少心啊 不过校规上似乎有些不准谈恋爱 怎么家长这样教导小孩 走过无数次心计之门 大学号称气势辉宏的大门 并没有给宣莫多少震撼 他略微有点局促的 是被新生入学的众多手续搞得一头雾水 这儿交费 那儿交保险 还要领制服和军训用品 各种领东西 各种交费 这辈子从来没经历过这些东西 更没这些概念的他 在第二次被告知 不好意思啊 你不先交了母母费 就没法领这些东西 后 差一点点就要先捉了 他干脆一屁股坐在花坛上 抬头看着烈日 手里握着手机 考虑着 要不要把陆宇晨召唤过来 宣莫 闯你好久了 忽然有人站在这儿 雨调温和还带着惊喜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片阴影 薛莫叹口气 把伞移开 哦 你不怕太阳吗 会晒黑哦 移开 好吧 阴影消失 赵敬磊收了伞 坐在薛莫身边 他穿着军绿色的学员制服 微笑着把玩着自己的帽子 本来唐俊要来接你 但他上学期刚交接了学生会会长的职责 新会长很多事情不清楚 他要帮忙 总之 让我抢到你了 呵呵呵 薛莫沉默了一会儿 从包里拿出手机 整个包扔给赵敬磊 我到处逛逛 你帮我弄 赵敬磊哭笑着抱着包 跟在他身后 你不能这样撇下我一人 别忘了 我的行李机放在传达室 宿舍太远了 没关系 我有车可以把你送过去 赵敬磊一顿 问道 你 宿舍在哪儿 七驱三舍四零二 薛莫笑咪咪 你手笑如果方便 可以顺便帮我整理一下 赵敬磊一愣 很快反应过来 你知道了 知道什么 你在七驱的身份 谁告诉你的 赵敬磊表情凝重起来 你肯定以为是阿鬼 薛莫哼了一声 我知道你们暗地里 对我做的一切 采集我的头发 到处找我的血样 查我的病历史 和家族病历史 贫血 自闭症 情为忧郁症是吧 甚至有点先天性心脏病 迎着赵敬磊的凝视 薛莫笑起来 真的 这些我自己都不知道 还多谢你们关心 不过 别过分 因为我都知道 盯着赵敬磊 薛莫嘲讽地笑 记住 我 都 知道 排排呆住的男生 薛莫转身走进烈日中 办手续 领东西 整理寝室 OK 赵敬磊沉默了一会儿 摇摇头 又笑着点点头 OK 女王陛下 下午 接到赵敬磊一切搞定的电话 薛莫回到寝室 寝室里人都已经到齐了 除了薛莫 其他三个女生都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 两个人文科学系 一个社会科学系 赵敬磊正坐在他的位置上 和那三人聊得欢 见薛莫进来 拉过他道 莫莫 不好意思了 在你之前认识了你的室友 啊 薛莫看了众人一圈 点头示意 你就是薛莫 啊 嗯 我们几是祖村齐了 薛莫 你是什么学院的 一个女生笑问 佳佳 你刚才还问过学长呢 是航天材料的吧 另一个女生的 你好薛莫 我叫杨妮 她叫杨佳 我们是双胞胎 都是社科院的 那个冰山姐姐叫张一可 是社会科学系的 以后我们住在一块 什么时候出去吃一顿 学长请客 赵敬磊在一旁笑咪咪的看 文言立刻点头 没问题 只要你们有时间 我们随叫随到 你们 哦 赵敬磊对薛莫道 唐骏他们想要请你吃饭 你室友他们都好好跟爸爸妈妈一起 你等会有空吗 一旁几个室友竖着耳朵听 文言羡慕道 薛莫 你怎么刚来就认识那么多学长啊 薛莫正在看赵敬磊放在桌上的各种手续和近期日程安排 并没有搭理 赵敬磊无奈地摇摇头 替他回答道 薛莫是我们几个申请抢来的 当然要对他负责了 说吧 背起薛莫的小包 怎么样 戳在下面 我们直接去找唐俊他们 薛莫怂怂间 无知可否地跟下楼 看着两人出去 请室里沉默了一会儿 杨家杨妮开始聊天 比如晚上吃哪儿住哪儿 张一可依然一言不发 过了一会儿接了个电话出去了 啊 连着来了两个病伤 请室里看来又有我们俩相依为命了 杨家叹口气 不过这薛莫可真能混 看他冰冰凉的 这么多学长围着他转 上午不就有学长来问他有没有到吗 对哦 好像听说 还是上届学生会长 长得好帅 这个混血的不是更帅 我就奇怪了 大家一样考进来 怎么他的待遇就不一样呢 到底怎么认识的 羡慕啦 羡慕嫉妒恨 人不都是说到了这儿 绝对成宝贝了吗 你看 还有宝贝中的宝贝呢 薛莫怎么不去艺术学院啊 校门口晃一圈 人家绝对争着抢着把他拉进去 偏偏还考到这儿来了 他肯定学习很好 航天我可怎么都考不进了 说不定 他是那个院唯一一个女生了 真比人 气死人 人长得漂亮就算了 身材可真好 我打赌 他在学校晃一天 肯定不少人打听他在哪儿 行了 大家还不熟 说不定是很好相处的人呢 啊 只能指望他了 反正这张一可可绝对不好相处 本来还觉得他有点资本 现在有了宣墨 嗯哼 敲门声忽然传来 一个男生在外面问道 请问宣墨在吗 又是找他的 杨妮笑了 打开门 是个俊美高大的男孩 穿着白色衬衫和黑色长裤 似乎是警察学院的学员制服 男孩尽量的眼睛透过他 在寝室里扫了一圈后就暗淡了 问道 他不在 哦 杨妮忍不住脸红 刚才跟人出去吃饭了 啊 他怎么没跟我说 男生抱怨的 忽然眼睛一转 朝杨妮笑道 我是来送东西的 能进来吗 当然 杨妮侧开身 朝探头往这儿看的杨家眨眨眼 杨家看到男孩 吐吐舌头 那个 我叫陆宇晨 是薛木的哥哥 陆宇晨手里提着两大袋东西 直接递给杨妮 这是给你们的 杨妮睁大眼睛接过来 发现里面满满的都是零食 女孩子爱吃的那些 这是 刚开学都忙 没空买别的东西 既然我来了 就顺带带了 你们吃吧 薛木不吃零食 陆宇晨辨认了一下薛木的床铺 他来得迟 只能在靠门靠厕所的那张 不过薛木对这些一贯无所谓 陆宇晨却有些心疼 在他心里 薛木应该得到最好的 行李还堆在他的床上 赵敬蕾无论怎么说都男女有别 自然不敢帮薛木 从衣服到床铺都整了 连行李都没打开 他就没这顾忌了 本来薛木就把他当薛木的保镖和保姆看 随机一卷衣袖开工 上床铺席子下床礼衣服 杨家和杨妮本来还不好意思的拿着零食 问要不要帮忙 聊了几句后也放松开来 吃着零食问道 你们两个交往多久了 陆宇晨一顿 他觉得最近自己总是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难道他和薛木之间的气场 就这么不像兄妹 但是要他斩钉截铁的说 自己真是薛木的哥哥 又不那么乐意 只能含糊的 没有 我们没有交往 哦 杨家笑 那你可要小心了 追薛木的人可不少 这句话倒是点醒了陆宇晨 还迟疑着问道 那个 木木跟谁出去了 一不小心 密撑都出来了 双包抬不以为意 暧昧地互相看了一眼 笑道 上午那个没说自己是谁 不过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上级学生会主席唐俊 下午带他走的吗 叫赵敬蕾 很帅啊 哦 他们 陆宇晨点点头 没什么紧张的感觉 怎么 你们认识 啊 当初就是他们去特招我家莫莫 我当然认识 薛木好厉害 今天是特招的 今年学校全国 似乎只有三个特招名额吧 而且还是第一年同一特招女生 没想的就是她 啊 啊 陆宇晨听习惯了 薛木东西不多 离好了床铺和衣柜 还有一些小零件后就完成了 她拍拍手重新坐在椅子上 听到肚子在想 感觉有些失落 虽然知道那家伙没心没肺 但是上午刚分开 下午就忘了她跟新朋友跑了 这也太伤人了 杨家和杨妮看着陆宇晨那一副被抛弃的样子 忍不住笑 正想调戏她 却见门开了 张一可回来了 陆宇晨看进来的不是薛木 失望之余 也不忘朝张一可点头一笑 对别人不管男女 她才没那么客气 全是因为这是薛木以后 可能一起生活四年的事 呀 见坐着一个男生 张一可愣了一下 转而有些局促地问道 嗯 我爸妈在旁边饭店定了位置 想请你们一起吃饭 杨妮和杨家面面相去 他们的父母都回去了 跟着吃饭倒没什么 但是陆宇晨就尴尬了 难道要把她赶走 陆宇晨不会这点眼色也没有 立刻站起来 反正她任务已经完成了 起身道 那我 你是 张一可问道 我是薛木的哥哥 那你可以代表薛木啊 看你也没吃饭 一起去吧 这不大好吧 去吧去吧 双胞胎也劝着 呃 好吧 陆宇晨起身 心想就舍身为薛木 做一次公关小姐了 本集播讲完毕 谢谢收听